实在是太令人揪心了 今天上午的一则消息登上了热搜 24名特警徒步进入镇中海螺沟景区救援 却因为暴雨和总部失去了联系 失联时间已经接近一天的时间 无数网友都在为他们担忧和祈祷 直到今天上午11时 据四川公安发布 卫星电话终于拨通 救援指挥部已经和之旅的24名特警取得了联系 而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全员平安 那么在过去失联的24小时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在失联前的特警们刚刚执行完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 他们前往救援的海螺沟景区 是全球海拔高差最大的区域之一 到处都是连成片的陡峭雪山 地震发生之后景区的电力就中断了 手机也没有了信号 瞬间成为了一座孤岛 地震使安静的雪山瞬间改变了模样 山地碎裂崩解 沙土石块滚滚落下 在山谷砸出轰隆的局向 目击者描述说 有一个山的山尖甚至都塌了下来 当时景区里面还散落着200多名游客和工作人员 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 于是甘测24名的特警 临危寿命从摩西镇徒步向海螺沟 三号营地进发 从摩西镇到三号营地的这条路 有多难走呢 从平面地图来看哪怕走大陆 路程也长达25.9公里 要走6个小时以上 从卫星图像来看呢 这一路依山而行 山势险峻 更别提地震之后呢 大陆已经被截断 想要深入进入景区内部呢 只能够翻山越岭 在余阵不断 山体滑坡 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下呢 有士们不畏艰险 成功抵达了营地 看到救援队来了 景区里被困的人们 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有游客回忆当时的场景说 队员们靴子和裤腿上都是泥 但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又高又帅 还有人说 他们翻山越岭爬上来看到他们 当时我们很多人眼里其实是有泪化的 那个场景只有汶川地震那一年 我在电视上才见到过 到达营地之后呢 24名特警与救援的直升机配合 将被困的216名人员的全部成功转移 然而没有想到呢 9月7号晚 特警们送走最后一批被困人员之后呢 天空却突然下起了暴雨 直升机无法再前往接应 救了所有人的他们 自己却滞留在了救援的现场 只能够靠着卫星电话和总部保持联系 然而到了8号中午呢 连卫星电话都打不通了 24名勇士呢 被彻底隔绝在了孤岛之中 在这将近一天与世隔绝的时间里面 特警队员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至今呢我们还无从得知 但是高海拔 低温 暴雨 再加上余震和山体滑坡 我想他们的这一天 一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目前呢由于持续的降雨 能见度低等因素等原因呢 直升机还不具备飞行的条件 指挥部呢正在密切关注天气的状况 只要条件具备 就将第一时间派出直升机 接回我们的英雄们 在这里呢我们也真心的祝福 孤岛的24位勇士们 一定要平安归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